儒家的礼 根本的典籍是三礼 周礼 以礼 礼记 有没有转功的 有读这些说的 我知道 但是没有写 没有能把所学的东西 落实 到生活 落实在生活里的是什么呢 儒家成为小学 小学的内容非常丰富 能离道德 是最重要的 而道德的核心 是孝顺夫 孝道 有孝 有近 儒家就有根了 竟然近长辈 长辈的代表 是老师 尊师 中道 圣贤的学问 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 孝跟近 你才能学得到 没有效尽 没有效尽 这个条件 孔子来教你 都没有 社稷来教你 也不会有效果 跟现在一般学校条件 不一样 现在学校学的是科学技术 知识 这个没有校没有进行 能学得到 圣行学问 不行 它是智慧 没有这两个技术就完了 所以现在我们参观 过年外许许多多的学校 我们心里明白 老师跟学生 都缺乏校尽而得了 那么欢迎观看 教的人有问题 学的人问题更大 这怎么办 海内外 都有热行人寺办论坛 时间短 三五天 十号死 这什么 这只是宣传 传统文化 让社会大众慢慢知道 有这么回事 如果没有这些论坛 社会大众根本不知道 佛法家呢 阿雷耶里都重一点上根 知道这个死 认真学习 认真学习呢 那就很难得了 学习 当然有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呢 没有学习的环境 今天社会 给传统的教学习 完全是相反的 你讲笑 没有笑的样子 所以论坛里面 有几个真正做到小到 去表演 去演说 大家知道 真有这会死 有个印象